大家好,我是Penny,欢迎来到我的考古频道 本系列第一集里提到过 中国考古发现的干湿 大部分出自有特殊气候和地理因素的新疆钢旱沙漠地区 新疆可以说是中国的干湿之乡 但中国的干湿也不是全部发现在新疆 比如这个考古出土的干湿却一直鲜有人知 他就是1981年在内蒙古乌兰查布市 查哈尔又以前骑湾子山六号墓里出土的契丹女干湿 他也有个抓人眼球的名字 叫契丹睡美人 当年发掘时 考古队员在这附近一共调查发现了七座古墓 编号一到七 不幸的事都被盗掘了 其中六号墓在墓顶发现了一个直径3.5米的稻洞 考古队员们进入墓室后 发现墓内都是异常潮湿的细沙土 而且弥漫着以往辽墓发掘时 很少出现的酸臭的腐湿味道 接着大家就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因为在墓室北壁官床上侧握着一具古尸 全身穿着圆领竖腰的长袍 和铜丝网编程的藏衣 面带表情安详的契丹贵族墓常见的溜金面具 脸还正对着墓门 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盗墓贼也是因此被吓退 才使这具古尸和墓葬被相对较好的保存了下来 后来的研究还发现 其实这座墓并没有密封 和大部分新疆沙漠地区的古墓一样 空气一直流通 雨季还渗进去过水 契丹古尸曾经一度在墓室中悬浮 就这样她还是这么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简直是一个奇迹 考古学家随后邀请了病理学专家 对这具契丹古尸进行了解剖研究 解剖发现这是一名女性 身长1米61 生前体重大概56到61公斤 B型血 从牙齿情况判断 死时只有25岁左右 她下身穿着的裆部上有大面积的血污 很可能是因为生孩子难产 导致大出血而死 她的肺 胸膜和腹膜等组织中 都有数量不等的细菌牙包 说明腐败微生物曾一度在尸体中繁殖过 不过很快就遭遇了不利于他们生存的环境 才不得不停止了繁殖 最终自然形成了一个无菌环境 那么这个所谓的不利于腐败细菌生长 从而抑制了尸体腐坏的环境 究竟是什么呢 对古尸进行解剖和科学分析后发现 这句契丹女师在生前和死后都接触过红帆和白帆两种防腐物质 红帆是什么呢 她的另一个名字大家肯定熟悉 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鼎红 其实所谓剧毒的贺鼎红就是不纯的三氧化二身 更俗的名字叫披霜 而红帆就是三氧化二身 根据史料记载 契丹族一直认为红帆白帆能防腐 这句契丹女师的胃力检测出高出正常人体内所含的身含量 推测是生前就常年吃寒参的药物导致的 难产时又服用了大量披霜 死后又被灌入很多参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现在古装电视剧里对女主下毒的狗血桥段 但这些参的确也对这句契丹女师的千年不符起到了一定作用 比如白帆的主要成分硫酸铝甲 可以脱水防腐抗菌 古代还经常作为妇科药用来止血 所以她难产时和死后都用了大量的白帆止血 反而起到了保存尸体的作用 而且契丹贵族死后也有穿铜丝网衣物和戴金属面具的习惯 金属铜具有强杀菌作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尸体和外界细菌的接触 这句契丹女师刚开始腐烂时 释放出了一些腐败液和腐败气体二氧化硫 湿液进入铜丝网产生铜绿 又和女师身上的白帆发生了化学反应 生成硫酸 再进一步氧化成硫酸铜 所以这具女师身上的铜丝网上 检测到了很多硫酸铜 也起到了杀菌作用 这样持续的化学反应循环 最终在尸体周围形成了一个无菌环境 而且撩人的尸体一般都放在砖器的棺床上 而不是木棺果里 砖的吸水性更强 使尸体多数情况下可以保持干燥 再加上墓葬所在的内蒙古查哈尔又一前旗地区 本身是千年火山喷发形成的干燥火成岩地貌环境 气候也是寒冷干燥 这一切复杂的因素导致了尸体变成干湿 千年不服